審議員 繼續開會 來 審英章 審議員 時間十五分鐘 主席 我們還有秀座 我們的局長 主管大家的早安 本席 頂年紀錄 要開到以前 特別的日本 去看我們的小鎮運河 發覺說 跟我們高雄的博物很一樣 我問到 現列是一個場景 過去都是穿戶 都穿戶 沒在用的 日本做得很好 我們看的地方 就是我們博物 博物比較適 時間比較多 我問局長 我們博物是 總共我們高雄市政府 不能博物 接管多久了 請局長回答一下 謝謝 謝謝主席 謝謝審議員 審議員的意思是說 文化局接管多久了 文化局接管大概七年吧 應該十年了 如果從最早 在委託給蘇德科大之前 十幾年 來 這小鎮運河 跟博物 小鎮運河跟博物 都一樣 小鎮運河 在1922年 他們發覺說 他們頭上蓋一個村口 旁邊這些村口群 不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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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那邊也不可以 他們的人民 他們比較近 去想辦法 說沒有把這條 混和 囤開 混做路 結果他們 局長也反對 說不可以 這以前有歷史 所以說 有等旁邊 等旁邊 溫和的旁邊 把那些所有的村口 改為做雙店 更空 小鎮 你看 這邊的博物 你看家庭都很一樣 當然我們過去 台灣有 讓日本人看過 去的家庭都很一樣 不過南進咧 來 你看這張 博物 我收調的資料 我們一年現在有320萬 九龍請多 來 九龍請多 好 我們的產出一年到4億5千萬 我們公司營稿有278萬 小鎮的 一個小小的什麼錢而已 13萬 他們剛才用所有土地的運作 在那些油漆 我們先說 要去北海島 要去小鎮 我跟主席一樣 說魚 看人家怎麼經營 他一年有795萬的油漆 我看我們台灣魚 大股小股 我們一月買 還沒像大陸 那 阿六月買 是比較優勢 用車塞 用火車窄 我們只要這樣 我們一個平均 那些消費都差不多 通知還有1萬塊 沒有包含電器 如果包含電器 要去5萬塊 因為它一年的產自有800億 我們只要這樣說 補充 沒有差這個環境 我們只要說 把我們文章的人才 找回來 都住在那裡 搞文章的話 你要有其他商業的配套 最起碼最基本的搞文章 最佔 我們只要最便宜 我們都可以去塑造 那些黑命機 可以做一些 比較精緻的東西 出賣 人家在北海道 人家小村那裡 就跟他們 過去在做鑽子 會訂購的 他們鑽子 現在穿到那裡 就沒在那裡 沒在使用 不來 不來的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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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對這點 我希望說 持有這 愛哥在這個地方 不來的工業 還有投資更多 因為我們周邊的 民間 可能也慢慢在接過 在配合 我們剛才 這件事 很多議員在關心 張同議員也說過 這裡有清過要來 還有純 還有文化 油庭什麼的 總共 結合的時候 我們就要在我們的工業 我們來工業 要做什麼 不可以吃過 要去搶家 要去搶家 不可以吃過 比較不可以吃過 那種 那種 黑衣紙 沒有什麼 比較特殊 希望說這裡 將來可以代替高雄 要去防觀光的地方 不然 以前 過去來高雄 真的有使用 現在沒有人要來 還要愛好姐 為什麼也在煩惱呢 我坐幾個台 沒有什麼變化 因为这点我来请 虽然我们台里局长 你有机会 因为我们做局长 王局长 你看你来台里这几年 不然是要问死者 死者都跳走 很难点 你会说出 我怎么来经验博物 要怎么来辽到小尊 请局长回答 来 代理局长 谢谢主席 谢谢沈议员 谢谢沈议员 跟我们分享 北海道小尊的经营经验 其实小尊我有去过 那博尔跟小尊的经营模式 其实是有点不同的 小尊他因为是比较符合 城市观光行销的一个模式 所以他的商业机制会比较强 那博尔呢 其实他是在福祉文创产业 和艺文推广是他的重点 所以他的商业机制有 可是呢 他不会是他特别要着重的 当然我们在招商或是引进商业机制上 我们也都希望是能够去创造一个 去扶植那些正要起来的一个品牌的经营上 所以其实也模式不一样 不过我们的继续来努力 尤其是未来的一年两年 他在那个亚洲新湾区的一个范围内 他的交通设施还有相关的产馆也都陆陆续续完成 那相对的对博尔来讲 他一定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 要去面对的一个挑战了 好啦 我是说要继续结尾啦 每天特别投经育也是要有结尾 所以我们这个比较短的时间 比较有长远的计划 我们要去搞温川 你没经济 搞温川什么来就好 来看那个老公子看几次就没了 我们这些店家是有的更少 我们大概有二十六斤而已 行过少啦 统借要一百斤以上 小春中间我算有三百多斤 他们也有在扮博尔棠 扮博尔棠 博尔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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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这就没了 你看特大飞机来到小春都要回家 所以一定要一个商务尔棠 从这点来看到 人的面子比较有吸引力 我们没有了 我们要投入桶子还要做也不行 我们刚才主席说要拿上来 这个包装 所以台湾在叫基本 台中在叫台湾 所以我们高雄要做自己拼摆 其实高雄的好价很多 文创以后 还可以导演化 你说小春是商业化 你没想到是要 我先过质了 他要过质了 质了质了 如果质了质还不败 我质还要买其他东西 我希望文创求这 要担当拿出锡尾 我希望我给它应酬的 拜托 要再两页给你们 加了很多钱给你们 让你们有一个人要来 的心要来 我那一个两个而已 我来想不想要 因为我跟人家那边 看得到这样 要没有什么行动 希望说文教教会可以更大油 好吗 现在我同关心的 我们铁鹅厨我先第一季说到这 就有听说市长有答应 答应到这我这边有什么说 铁鹅厨要先铁鹅厨 这是谁的 谁的支部 谁要拿出来 谁要把谁新签 我真的怎么处定 这个管道这是要送给什么人 你们的家伙要送给什么人 来 主席还有议员 谢谢议员长期以来对体育运动事务的一个关心 那目前大概我分两个部分说明 第一个谈到说我们目前的相关准备的进度 事实上人事处它有规划了台北市体育局资深主管的分享 那我们也到台北市政府的人事处去了解他们在改制过程中相关作业 那我们体育处也办理了两次座谈会 也请专家学者也请了桃园市第一任的体育局局局长 来跟我们做经验分享 那我们本处也做了一个改制报告的初稿的说明 那部分来就我们的理解以市府的成绩 应该是人事处跟语言考会都有在承接类似的业务 市长我请问你 来 局长 来 局长 这件事是不是你还要跟市政府沟通 对 因为省委员在总咨询已经提了好几次 所以市长其实上次已经回答那个方向了 就是进行这个规划跟评估 那另外提了一个事情说有部分的业务要不要去成立 这个独立的行政法人也是一个思考的方向 所以体育处还有在王护局长带领之下 其实在台北市已经做了一个考察 那台北市的这个体育局呢也下来跟我们做过沟通 所以我看他们的方案已经研拟好了 现在也就是要给这个市府 人事处跟研考会 最迈希望在明年的中旬就能够把方案整个完成 目前是这样 这个渐费上 以前研考会说 跟市政说你要加六七亿 加五六亿 有没有增加金会 增加多少 所以我目前在人事编制上面跟经费编制都增加 那经费大概是目前我们提供的办法大概一亿多 总数的话会变成大概接近七亿 我跟你说其实 其实很多可以从学校里面调出来 借调出来 国务医院药主教在我 一些人可以队来队掉 在学校里面 那教练 那老师 陷入在学校里 那可以叫做资源 所以我们就在人事务里面 我们不用变那么多 在科技的地方 科技同学的地方 要来生的地方 一定要教科技 其他就找到 其实没有什么 我们不一定要向台北台中 要投资 高雄自己拼摆 我们先在看台北 不怪大家都在台北看高雄 我们坐南朝北 你就坐标南包来看 所以我就在记住就是这样 人已经六都已经三四都都成立了 为什么高雄市 高雄市可抵在那边 要请俄人 你看我第一个学院 我说 总统我要前来理念生 这是二地呢 这有国有机会呢 那是环境那好 以前我会说 所以我们可以先去 創立自己的思维 不一定要要赢什么 其实经费不增加多数 我们可以做自己的来 来 副局长王佑 王佑 王佑你对这个可能更了解 你公主有更好的 这个更鼓励 副局长 谢谢主席 谢谢主席 谢谢沈亿 在这部分来讲 我们有一些突破的方式 从人来讲 我们来讲 有些是两个要分两个区块 一种是行政的 一种是属于技术方面 专业方面 所以在金融人员 可以分作一般的公务人员 一般是专业人员的 体育专裁人员 体育专裁人员 又分两种 一种是我们有些体育行政 或体育的人员 一种是约聘雇 我们专门的人员 比如我们现在在做的市长很重 是有一些选手表现教练 好的金融 刚才沈亿员在谈的就是 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现在的国家 有一些学校老师 这边也可以来 这方面就整个就是 沈亿员所提的 精卫上的调整 将来在运作方面 也可以跟学校做结合 做以上 市长这样交代过 我也知道要学什么 市长是要照顾 很多优秀的学生 不用经过科技的 会拼固的 我们要有这个机会 再为教育打拼来服务 我看这段来的 体育处还是很认真 我看你们跟中央政策的经约 政策很多 很感兴 这我来给你打拼了 体育这个奇怪是不好做 局定要做到 他教育那里 他人家母餐后面 等到要死亡 他又可以去体育 他也很紧张 可以脱锅 那最好 我也希望说 人家外国的贵品来 体育交流 人家说 体育局定 体育处定 他扣三劫 体育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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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多大 我们刚才有一个 我记不过去做 记不过去做 记不过去去体育 他就说 对路办输出 我们都不敢认 我毕童这样说 所以我们很大的 走出 来 我们审议员三分钟 好 我是说 因为我跳浪 在教会我 很久 六千年 我都希望 我代表的 这个单位 都可以第一名 过于我在选择 选择 我爱第一名 过于我在高兴市 跟高兴市 做选择 我们开始看 定型定型 都高兴市的选择 我们这里就有四个 这四百 这一千都高兴 那里有三个 都高兴 包括你都知道 趁压力 整个东西 我都在乡中 到中间 都在乡中海前比较 我们看得慌应 我希望说 我们处理比赛 我们虽然处理两三个 串择 但是我们基材的费用 还不够 我们是过去高兴市的合并 高兴市的合并 高兴市的合并 高兴市也很好 所以我都在第一名 这点我可以延续 来 再一点 我如果要跟高兴市 打扮了 我之前有提出 加速任务区的 原来国家的前逅 这是大家所希望 比较近来的 因为那些时候 原来国家 已经剩下 剩下 剩下 六七十个学生而已 高兴市的任务 在任务里面 开开多火了 大家都打扮了 因为任务高兴市 有任务 这个统区的 这个放在任务区 的家庭都 说完美 你知道 任务高兴 下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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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任务高兴 那些三业 一宗 一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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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改得更快的 你说 一百十一年 当时要去 太多了 因为那些人 已经住了很多了 包括我们支部 这些董事 很多都住在那裡 希望这些房间 可以改变 后 学生 他们要上去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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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堤 他们等下来 原来国家 那些旧部落 那些已经没人住了 印针 在那 我想 很可惜 所以拜卖拜卓局长 这些镜头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回去 会把我们 所有的利民 我偶尔 叫我们一百 一百公斑 到哪里去 现在目前 正在政策 正在政策 来 想知道 这些镜头 河堤 这个案子 我们非常非常的重视 所以你知道 进度其实算 速度蛮快的 现在完成整体的计划 就是 湾内千校这个方案 在4月28号 做了个家长议院调查 我们的数据 比例还更高 87%都同意 13%是不同意的 就是人数比较少 但是他一个是说 喜欢小校规模 一个是担心接送问题 这个我们当然 继续沟通 但是这个整个案子 已经纳入106年 向教育部申请 一般性的补助款 所以已经送给教育部了 那这个教育部 是在10月26号 就会审查 10月26号 那我们照审查 完毕以后的 整个 新建跟千校的规划 意思就是说 108年6月 要完成千校 这就明确 差不多两年半的时间 要完成 好 多谢以后 你对这个的关心和推动 那其实因为这个 湾北重化区的人口 一定会大增 那也要解决 八高亚国小 跟登发国小 那种量管制的问题 我想对整个区域的发展 是有很大的影响 跟好处的 谢谢 下一位 陈丽娜 成立 陈议员 时间15分钟 谢谢 我想这两天 讨论中央图书馆里面 中央公园里面 要不要盖这个图书馆的部分 其实很多人在讨论 那文化局出的那个懒人包 其实我在第一时间就看到了 那那个懒人包的讯息的部分 我觉得就是 文化局觉得 应该要解决的 到底是什么问题 如果已经同意要盖的人 其实他不用看懒人包 他其实已经同意了 那不同意的人看了懒人包 其实发现就是 里面出了很多跟他们的意见 其实是相左的地方 那你认为 用懒人包就可以解决问题的 这件事情 是谁想出来的 我可以请教一下局长 这懒人包是谁出的 代理局长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这个 这个懒人包 其实是 我们希望可以让 更多对这件事情 比较没有那么清楚的 那个民众可以很轻易的 来认识这个事情 其实关心这个议题的人 当然越来越多 那在这个议题上面 我想在这个正反两边的声音里头 其实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这个懒人包 而引起了大家觉得群体共分的 情绪好像反而更严重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沟通方式 如果说大家觉得出这个懒人包是有效的 那我在这边 我从这个案子里面看到的是 事实上它得到一个反效果 那反而在这些 增值里头变得更剧烈 那我不太清楚的就是说 高雄市政府的解决方案 因为毕竟是执政的政府 那照道理来讲的话 应该是要想办法来解决问题 这个事情发生了 那怎么样来解决问题 不论是捐款的人 他是不是来捐这个钱 经过了这么多波折 他是不是还乐意捐钱 来盖图书馆的这件事 或者说民众对于这件事情 他其实已经有了不好的观感的人 应该要怎么样让他来感受到 就说市府是有诚意来沟通的 那这个中间怎么样去找出 彼此之间能够沟通的管道 我看起来应该不是这个懒人包 那所以呢 我感觉这个无时无刻 都在考验着高雄市政府的 执政的团队的所有的 思考的方式是不是对 那这么多的一个案件 高雄市政府不断的在最近 有很多的跟民众之间 所出的任何的状况 大家都出懒人包了 那到底要让谁清楚的这件事情 其实要给谁看 很多东西大家都知道 文宣不是全部发了 每一个人都会看 他一定是有特定人 会去特别注意这些事情 那所以你给他看的时候 你明明知道他一定 不会接受的时候 但是又丢出这些东西 那到底是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 能够形成更多的民意来反制他 让更多的人来讲说 我们要支持图书馆 你为什么不要 是这样子吗 是要这种声音更强烈的意思吗 我不太懂 就是说 现在政府在处理这些事情 常常用人民在打人民的事情 层出不穷 让人觉得就是 应该不是在政府里面应该做的事情 那所以 针对这件事情 其实我后来就 觉得 是不是 一定是 议员的职责除了监督之外 有时候常常要帮大家找出方法 不见得大家会用 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就是 在文化局觉得 已经让李柯勇看了这么多土地 他没有一块土地满意 他只有认为 中央公园才是他唯一的选择地之后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可能性的存在 这是旧市议会 那这是比较早先的图 其实旧市议会 现在的状况是 就是有点杂草重生 那很多的地方也很斑驳 那有这个瓷砖脱落的状况 那我想问一下 现在高雄市议会的管理单位是文化局吗 管理单位是教育局 是教育局吗 那教育局在管理这个地方 其实目前看起来是 状况不是太良好 我是不是先可以请教一下范局长 这个管理的部分 你们不包括就是在建筑物的维护上 跟议员说明一下 其实在教育局 从这个旧市议会 移到这个凤山行政区域以后 其实这个就从103年12月1号起 由财政局负责 所以我们其实是移给财政局负责 因为这个土地涵盖 国有土地 室有土地 建物也是一样 所以财政局 所以目前的管理单位是财政局 财政局 但是由文化局要来提出使用规划的计划 是 那是谁把它借给了这个 目前是哪一个单位在使用 它借给了一个健保署存放档案资料 用的范围是一时厅一楼的全部 这应该是财政局 所以财政局在管理 好 谢谢 请局长请坐 那我现在就要来谈这个问题 就是说 好 那财政局后续我们还会再问它 那个管理的状况 但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都知道 其实以前的面积 当然没有现在议会这么大 但是它其实也还不错 它的频数有4904频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目前的整个运用的空间 就如同范局长所讲的状况 那所以呢 其实它现在用的这个 只是单纯就是借给另外一个单位 去存放资料所使用 那但是如果我们在中央公园 盖了一个理科用图书馆 它虽然在水泥的那个面积 建筑物面积是没有变的 但是它往上 往上盖 所以呢 它的其实量体是增加10倍 然后占地面积会大概 如果以这个楼层面积来算 它大概会有298频 那当然比起议会来讲 它是小很多 那但是议会的这个空间 其实还蛮好用的 议会这个空间里头 后面还有两栋的 这个我们议员的研究室 目前也还没有使用 那所以呢 在这样的一个空间底下 将来听说文化局要做的是 一个数位学员 等一下也请局长再解释一下 那我的建议就是 这个地方有没有可能 把数位学员跟理科用图书馆放在一起 那在这样的一个结果底下 我们可以看到的啦 譬如说如果我们将理科用图书馆盖在中央公园 我可以预想到的三种状况 如果高雄市政府要强硬施工 那当然就会有强烈的冲突 大家就会看到高雄市 还是一样会有不断的有人在做抗争的动作 那这社会新闻又不断的 就是高雄市又要不断的上版面 也显示出来高雄市的这个市政府 沟通能力上面事实上是有问题的 第二是继续拖嘛 大家都拖着 大家都被拖累 然后社会当然两边的想法越来越失烈 然后呢像李克勇这样子 愿意捐钱来盖图书馆的人 也许就放弃然后离开高雄 到别的地方去寻找这有可能 但是李克勇走没关系 有没有可能下一个要来捐的人 他会担心高雄市政府的这种做法 事实上会让将来想要 对高雄市有所贡献的人都踏不进来 这是有可能产生的状况 第三就是我刚刚讲的 李克勇就直接就撤回捐赠嘛 那他的善意当然就落空了 所以李克勇图书馆是不是 势必一定要在中央公园 这是大家一直很疑惑的地方 那如果不是的话 你看高雄市议会那个点多好 捐运站就直接就在旁边 是不是 然后在整个周遭的情形 其实有很多的公务单位在旁边 也是一样 就是林雅跟钱金的一个部落的 都在这个附近 其实是一个相当优质的一个地点 找不出这么好的一个地点来了 所以我们如果可以 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形来做 其实也是一个考量的方向 不如跟李克勇谈一谈吧 是不是 那现在文化局跟国有财产署 在谈这个合作的部分 其实是要把部分 我们高雄市议会 变成商业区来使用 我在这边强力的呼吁 这块地不能作为商业来使用 因为它有很强烈的 纪念的价值 高雄市的部分 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建筑物的历史是非常的悠久 然后呢 它有着民主一路走过来的一些轨迹 那我相信很多高雄市议会的员工们 或是以前的议员们 共同的记忆都在这边 甚至是很多市民共同的记忆 那在这个点上面 规划是商业区 那无疑是大概 大家都知道有高雄市有很多的土地 都最近都在进行做变更 变更的目的我想变为商业区 无疑就是这块地 可以有比较多的一个 金钱上面的一个利益 但是这样子的部分 并非是全部的土地都要这样子做 有些合适有些不合适 如果以高雄市议会来看 它把它变成商业区以后 将来那就视不像了 我们还是很希望高雄市议会 可以持续的留下来 成为这个公务机关所使用的 行政的一个用地 那在这个区域里头 我觉得就是说 这两件事情看起来 似乎是可以把它并在一起 那在这两件事情上面 我第一要讲的就是 我刚刚所提的 希望高雄市政府 不要把高雄市议会 变为是商业区 那高雄市政府 还有五分之一的土地 国有财产署五分之四的土地 也请国有财产署 在慎重考虑 这块地对于高雄市 所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那希望能够留下来 所以在这个运用上面 如果能够把 李克勇图书馆拉进来 那将来再做数位学员 事实上是一个非常理想的 一个状态 那在博尔的经验里头 其实文化局也打造了 很好的一个空间 把旧的仓库 变成了很好的一个文创的 一个中心 那很多的一个 艺文的一个展览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对于高雄市议会 把它变成是数位的 这个影音的一个中心 然后将来有一些 做互动的部分 跟我们可以把 李克勇图书馆放进来的 这件事情 我在这边就要请教局长 是不是可行 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 列为我们的考量方案 来 请局长回应 李局长 这几天很多人问我 说李克勇 他们到底 主席等一下 要再给我多一点时间 不然我还有一个提 我等一下会给你 他到底他是做什么的 他有多少的盈利的 营业税在我们高雄市 有这么多营业税 然后造成我们 一定要让他捐赠吗 我是不是先回答我的问题一下 先回答你的问题 好 谢谢主席 谢谢陈议员 李克勇图书馆这个案子 进行到现在 其实刚刚陈议员讲的那三种可能性 基本上我们都不希望它发生 对 真的 因为我们一直希望能够继续的跟那些在地的一些团体 不断的沟通 我们希望能够有个圆满的结果 这个我们会再来努力 那刚刚陈议员也有关心就是那个旧市议会的部分 旧市议会目前我们的规划 数位学员是其中一项 我们还有希望可以引进一些文教设施 甚至文创的旅数 我们都不排斥 那基本上我们不会是倾向把它建筑处理掉 然后盖成新的 所以纵使是在它的土地分区规划上面是设定为商业区 可是它商业区有很多种 商业区其实是还没有做更改 所以我们不会是那么高强度的商业开发 我想到时候如果这块要变商业区的时候 势必会有很多人会去抗议 其实我们比任何一个机关来使用这个场地 我们更重视所谓的议会在那边的一个历史脉络 我们不会轻易把它毁坏 这点我相信陈议员应该很清楚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再来仔细规划 可是基本上那个议事厅是会保留的 那这个部分我刚刚有讲两个并在一起的可能性 应该说现在我还没有办法来考虑这个问题 那你愿意去谈吗 你愿意去跟李克勇谈吗 你不愿意 应该说我完全没有想过这个答案 是 就是因为你们在想的这些条件里面没有这个 所以我才需要提供给你们 希望你们有不同的思维来处理这件事 它不是唯一选项 在中央公园不是唯一选项 像高雄市议会这么好的点 如果他愿意 是不是 文化局在处理数位学员的时候 也一并可以纳进来啊 那有什么不好呢 这个点其实是非常棒的 不亚疑中央公园 他有 我想这个是大家可以讨论的 所以局长我在这边拜托你去跟他沟通好不好 我们好 我们内部来讨论一下 是也要跟对方在持续的沟通 提供给他不同的意见 然后让那个地方 也许他如果不在那边存在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把原先的玩具图书馆的部分 里面的人做一个安置 你要不要在那边重新盖 我没有太大的意见 但是那些人的安置的部分 也期望就是一并来做 我想这个是后续可以再讨论的 好不好 那要去做哦 要去做哦 做了以后再跟我说 好 那第二个来 请主席待会再多给我一点时间 我把第二题讲完 谢谢 我再来要讲的就是有关于校园毒品的部分 那大家都知道 其实高雄市除了就是毒品的破获量 是全台数一数二的之外 高雄市的整个校园毒品的状况 其实也非常的严重 那我所拿到的资料是全国性的资料 那在这里面 并不能看出高雄市的状况 我待会也请范局长也提一下 就是高雄市的情形 跟这个表格的整个趋势来看 是不是相当的一致 那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在民国96年的时候 他其实从国小到这个大专院校 也不过就是 毒品的滥用状况也只有294个 但是呢 到了民国100年101年的时候 数量就越来越大 那可以看到101年是2432 几乎就是要10 来 那个三分钟 好 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就说逐年慢慢的稍微下降 但是数据也都一直在17001800左右 那这样的数据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从国小的数字 可能是更位数十位数 一直到国中的百位数 那高中的数字就更多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是从国小的高年级 国中的时候开始萌芽 那高中的时候那个状况 一直但到大专院校 有些人有就学没就学 不一定 所以可以看到大专院校 就数字又往下掉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在这个到高中之前 我们所有的情形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这是我们接触小朋友 接触毒品 最容易的一个年纪 那在这些情形里面 我们其实就非常的担心 为什么 因为这些数据 并不代表真正的数据 我们所知道的就是说 一般来讲 校园的配合度 其实并不好 为什么 因为我们如果说 学校里面有发生这种事情 事实上 学校要让警察单位 进去的几率 事实上是颇低的 那请票也会常常有失败 警察要签票 要处理这个事情 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所以未查到的黑数 恐怕我们预计 大概有十倍以上 那这个也等下请局长回应一下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 那如果是十倍以上的数据 那这个真的在高雄市要小心 而且对于高雄市在毒品的接触 也许是在一个非常容易的状况底下 我们希望就是说 在校园的部分 要特别去注意这件事 那青年接触毒品 这个我们以前常常讲 比如说朋友找我一起不好意思拒绝 好奇压力很大很想疏解 加入帮派以后大家都在拉K 所以他也去 那已经朋友拿着这个当礼物 半退半就 然后最后 只要尝试过之后 然后因为同才的关系 然后后来就沦陷了 那在真的就是说 有了毒瘾之后 要再出来的几率 就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所以呢 我们在这边要问的问题 就是说因为最近 教官退出了校园之后 那以前我们印象中 在教官在这个区块里头 其实扮演了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能性 但是呢 教官退出校园以后 我们有外聘的校安人员 这些人可以担任校园的反毒工作吗 可以吗 那他们所拥有的毒品知识 可以让辅导学生 然后让学生了解到毒品的状态吗 他们够有这样的一个知识可以来做吗 那少了教官以后 以后学校跟警察的合作的方式是怎么做的 那近年来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滥用的情形还挺严重的 那我们怎么样 教育局在这个方面 怎么样去做这个对策 让这些问题可以在校园里面更除掉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说 局长可能刚刚所讲的那些数据 因为我查不到高雄市的数据 所以是不是也请在高雄市 这个毒品的泛滥状况 请局长再跟我们报告一下 非常谢谢陈议员对于毒品的这个关心 其实这是一个全社会跟举国之力 要来做这个防治跟这个对抗的工作 那以刚才关心到年龄层是不是往下降 以刚刚看那个总表来说 其实高雄市从2013 14 15 到今年的9月为止 其实国小都没有发生 学生药物滥用的通报个案 那国中跟高中职的这个个案 到今年1到9月 我们的数据没有 所以这个是从我们的军训市 校安通报来的 国小的部分 国中 对我讲的是高雄 高雄市第一个我们放心 就是国小没有 那国中的部分 今年1到9月有22例 高中只有35例 总共是57例 高教育局这边做的是一级二级三级的防护 那另外还有卫生局 那还有我们的警察局 是一个联合的一个共同的 还有少年队等等的 那我们最重要的是教育宣导 所以教育宣导开学后就进行 而且做的非常普遍 昨天也有简幻中议员李乔路议员提出那个就是 假糖果争毒品有12类 其实他这个榆木混珠是骗小朋友去上当的 所以我们觉得毒品这件事情 因为他的利润太高了 所以他们也是想尽办法在引诱 青少年人口能够去吸食 然后他也有他的这些路径 但如果你去找源头 一定是他的家庭出了问题了 家庭出了问题 没有人在关照这些小孩 所以我们在一级宣导以外 第二级就是说 有可能的这个特定人士 就要做尿液筛解 那接着就进入辅导 所以我刚刚报的这些数字 其实都是进入辅导期 那辅导期的成效其实也不错 大概都有七成以上的成效 是能够恢复正常 这真的是要全国的力量 我们希望未来的宣导 把这个新兴的毒品 不仅让小孩子知道 学生 校长 不是就是老师知道 还有家长 社区都要知道 所以他是无孔不露的 所以跟预言报告 那我们也透过这个学校的校外会体系 跟少年队密切合作 那以去年来讲 我们有三十件通报 就是我们献报给他们说 这里可能一个源头 可以找得到后面的这个毒贩 那在这个 今年已经有十七件 到十月份 就已经有十七件 报给我们的检调单位去做查 所以这是一个很绵密的网络 好 再给你一分钟 局长 其实我要提的是说 没错 就是有这么多的诱惑 那你刚讲的就是说 他可能是比较弱势的家庭 家庭出问题 学校是第二道防线 所以进入校园的时候 他会有很多的同彩的压力 所以学校他必须要做这样子的一个 第二道防线的工作 但是我们现在所看到就是 第二道防线的工作 其实我刚刚所讲 有没有可能有十倍以上的数字 是我们没有查到的 另外就是学校现在怎么做 可以让小孩子知道 他要远离毒品 当他的家庭 没有办法做这件事的时候 学校有没有可能帮到忙 学校帮了这个忙 做了这个防线 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免除我们的小孩 越少人去接触到毒品 15层面其实是他有非常多的技巧 所以针对特定的学生的尿液篩检 是重要的 所以尿液篩检的数量是多的 所以因为特定或者 除了尿液的篩检之外 在学生的整个这个防毒的支持 拆检 不能证明他有吸毒 你是不能把他找到辅导的 好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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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希望跟我们的整个市府团队 均训市 均训市 校安部分 要不要让他们说明 好 谢谢主席 谢谢 谢谢陈议员 有关 校园耐用这个药物的这个是 军医市在负责 那跟议员报告 教官没有退出校园之前 我们是非常注重这个区块的 那刚才我们局长有讲到这个数据 我们数据是有下降的 是下降 是今年1到9月案例只有57件 那教官在学校里面跟校外 我们依据教育部定班的 深化指挥化运动 第一集就是教育宣导 这个教育宣导 我们刚才对于老师 对于学生 对于家长 我们透过检察官 透过少年队 透过我们的教官 透过 像今年已经做了将近350场次 是 对 对 各个学校的做法不一样 有的是全体集合 有的是班集式的 然后有 譬如检察官会对学生做宣导 可能他会 那我们教官也会在做宣导 应该还不错 是 因为高中市的 我们其实跟议员报告 在高中指这个区块 我们是很密切的掌控 那国中这个部分 我们也是跟他们的学务人员 跟 政府组长 我们校外会有七个教官 我们有七个教官 是分在七个区 就是高中市分七个区 我们每一个校外会教官 会 他的责任区辅导 他的责任区的 国中 因为国中没有教官 所以我们希望 校外会教官能够进入到国中 去扶导他们 是 其实校园里面 校园里面跟议员报告 校园里面很少 其实我们主要的数据是在 在KTV在网咖 在 您说是校园里面怎么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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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那个 是 我们那个 主任在 跟那个 陈议员报告 是 好 我们再来会 欢迎那个林英荣 林议员咨询 可是 我们现在 我们各位同仁之一 市府 各位的协主管 我们现在有 日本 男医窦丁代表团 好 我们的 日本 男医窦丁 丁 道 叶盛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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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很努力的才當了我們的熊女的校長 謝謝你的加油 好 來 現在請我們林一龍林議員時間15分鐘 我希望那個醫師效率可以掌控 因為我已經等了一個小時 那個 歡迎我們日本來的朋友 那我今天要質詢的兩個主題 第一個 我們今天的自由時報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政策 就是四年六十二億 政府要增加公共幼兒園一千個班級 那這個一千個班級呢 其實對全國的所有的家長來講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消息 因為我們知道在今年 不管是台北市或者是屬於六都的家長 想要進到這個公立幼兒園 幾乎都擠破頭 而且排隊也不見得排得上 那尤其是三歲的幾乎都排不到 那高雄市我們今年也有這個現象 所以三歲的孩子呢 其實現在沒有辦法進到這個公托欄 所以其實中央我們蔡總統在這個部分 也非常的重視 在一上任之後就立刻指示行政院 針對這樣的一個公托的相關的一個配套 跟所謂的方案 其實做了一個很詳細的一個研議 那那個教育部呢 其實有特別針對所謂的 將來我們要設公托的一個相關的一個計算 其實是有一些很具體的數據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到 這一次的公共政策裡頭 為什麼他可以提出一千班這樣一個數據 他是有一個經過細算的考量 那這個部分我相信教育局局長 范教長這個部分是相當清楚的 那但是我們今天的媒體裡頭也提到 高雄市主要是要以公共幼兒園 增加三百班為主 那我們的這個非營利的部分要增加十八班 那這個部分我想來問教育局 那我提出幾個想法 就是說我們公共化呢 未來是要提升到百分之四十 這個是中央目前所提出來的一個目標 那公私幼的比例是要達到四比六 那中央呢是希望以非營利的幼兒園為主 公利的幼兒園為輔 那當然為什麼會這樣提是因為 我們知道設立公益幼兒園的成本 相對是比較高的 那非營利幼兒園的成本會比公利幼兒園 稍微低一點 那當然在所謂的公共化裡頭 我們可以討論三個面向 一個就是公利幼兒園的設立 一個是非營利幼兒園的部分 第三個就是補貼政策 那這三個呢其實我是認為說要併用 那要併用呢當然我們現在還是朝向以先設公立幼兒園 跟非營利幼兒園做主要提供給我們的家長的需求 尤其是弱勢的家庭 那因為現在中央也很願意把我們負擔到九成 那地方在這個部分呢只要負擔一成 不過因為我比較納悶是說 今天的新聞我們高雄市呢 在公利幼兒園的部分要增加300班 那非營利幼兒園的部分是18班 那我們的經費來源現在編列出來大概是多少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我們在這個部分啊 經費的龐大 雖然說中央來負擔 不過就是說我們如果用非營的部分 可以減省而且班級數可以增加的話 就一樣的錢我們是不是可以考慮用非營的為主 就是說跟中央的政策是一樣 還是說我們高雄市在這個部分是有什麼不一樣的考量 為什麼我們會要以公幼為主 那第二個就是說我想請教教育局的是 哪些家長的孩子 他可以來進入我們的公幼或非營的幼兒園 那到底這個門檻我們標準設在哪裡 因為其實這個消息一出來 所有的家長都希望和孩子進公幼 但是其實我們私幼還是有必須他必要的存在 但是這個比例要達到4比6是中央有去試算過了 他有精算過一些相當的數據 那所以高雄市這邊我們精算出來的沒有 那我們算出來大概我們的弱勢家庭需要的這個數據大概是多少 那當然我們小孩子如果說要進到公幼 除了補足弱勢家庭的這個額度之外 有沒有多餘的額度可以給不再弱勢 但是也不屬於高收入的家庭 那他可能是屬於中後段班 邊緣戶 不是邊緣戶 他是屬於中後段班 也就是說也許他的年收入所得 家庭年收入所得是在100萬元以下的 那局長我的意思大概就是說 因為現在中央願意大力的支持這個政策 所以如果我們的公幼跟非營的幼兒園的班級數 除了補足到弱勢家庭這些以外還有多餘的名額 是不是可以開放一小部分給年收入所得在100萬元以下的 或是多少以下的 那讓屬於中後段班的家庭收入的人 也有機會可以進入到這樣的一個公共方案裡頭 那否則他還是必須得到私幼 那我們知道私幼當然在市場上他的價格有高有低 所以這個部分是不是請局長能夠先回答 來 謝謝 好 主席林議員 林議員提的這個議題剛好是這個會期以來 全社會最關注的問題 所以剛好也就在昨天教育部向行政院提出了 這個擴大幼兒教保公共化的整個方案 基本上的方向跟經費其實定案了 那其實在蔡總統上任之後 其實我們教育局我們的幼兒科就積極在規劃 就是達到4比6的這個方向 我們要怎麼做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 以他們的目標來講 是要達到這個6成以上的小孩子能夠進入幼兒園 就3到5歲 其實我們現在是達到的 只是說進到幼兒園的比例呢 將近8成是在私幼而已 所以高雄市在公共幼兒園這塊部分呢 要做一個大量的增加 我們如果要達到4成 那預估呢 本來是做個5年規劃要增設318班 但在教育部的這個政策定案之後呢 其實它是以非營利為主 那我們目前非營利已經設了6個元 那107會設12個 一共加起來12個 但是這個政策的方向 那中央大概也考慮到 將來的財政跟人次的負擔 所以它也是希望推公私協力的非營利幼兒園 所以我們會調整我們的方案 會以設非營利幼兒園為主 但林議員也知道 非營利幼兒園 其實它的空間需求大概是要5間教室左右 所以我們在學校的教室 這個閒置教室的清點 目前大概有37個學校 234間閒置的教室 那我們覺得這是還不夠的 所以我們要更加按照它原來的設校標準的教室 跟現在實際入校的學生數 再去精算 希望各個學校呢 都能夠共同來支持這個政策 把好的空間讓出來 那所有的市民朋友跟議員最關心的是說 如果我們增加到4成這個公共化的這個幼兒園 非營利幼兒園的話 我們大概增加9千個幼兒可以進到這個體系 那這個9千個幼兒園是哪些進到呢 大家都一直關心 是不是只有說不利條件的兒童呢 其實不是的 在我們現在的公幼或非營利裡頭 大概不利條件的大概六個指標 都是不到三成 其實將近七成以上都開放給一般市民 根本跟你的收入是沒關係 所以沒有門檻 沒有門檻 那對市民來講 它有三種選擇 公幼可謂選擇 非營利是個選擇 私幼是個選擇 我們希望這三個管道的品質都能夠提升 那私幼要辦得它更有它的特色 那公幼的部分 因為它的照顧的時間沒有那麼長 所以非營利可能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但是主要就是讓它能夠普及化 是 學長這個普及化其實是很好 不過我還是想 希望你們提供一個資料給我 就是說 因為剛剛局長有提到 三成是屬於照顧弱勢的部分 那這照顧弱勢的部分 到底有哪些條件的人 好 我先來跟議員補充一下好嗎 它其實就是低收入戶的子女 中低收入戶 原住民子女 身心障礙的幼兒 特殊境遇家庭的子女 還有中度以上身心障礙的子女 這個其實是非常弱勢 真的是非常不利家庭的小孩 但是這個比例其實沒有那麼高 是 是在三成以下的 那局長有沒有辦法說 在五成以內 就是提供給年收入所的 一百萬元以下的優先 要不要設這個可能要討論 因為如果全國性的政策就是開放了 就是整個開放 就是說任何人來他都可以就讀 但是我相信公共化它還是有一定的比例 所以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們三成已經滿足了這些弱勢的家庭了 那我們是不是能夠再開放一層到兩層 去再照顧中後段班的家庭收入的部分 您議員提到的這個方向 我們要來評估精算一下 到底有多少是屬於這類的家庭 我們去了解 然後正式真的出來的方案 就會更貼近民眾的需求 我希望這個部分是一個 以具體的量化數據來去精算出來 來符合這個社會的需求 好 謝謝局長您請坐 那第二個我想 我覺得我們未來要更正式 東南亞的二代教育 那為什麼要談到說正式東南亞的二代教育 其實我們跟東南亞的關係 長期以來一直都是相當密切的互動 只是我們自己不覺得 因為我們過去可能不重視這一塊 那其實我們發現台灣的東南亞的外配跟移工 數量是很多的 那台灣的移工呢 其實一大部分在產業的移工跟社福移工裡面 那這個99%來自印尼 馬來西亞 越南 泰國這些地方 所以我們現在在科技園區裡頭 或是在一般的科技廠商 你會看到很多的外勞 那在社福方面 就是說外傭的部分 家庭照顧老人的部分 你都會看到外勞 所以你知道這些外勞 其實他們來到台灣之後 也會在這裡和我們這邊產生文化 跟甚至有第二代的這樣一個情形產生 那當然有一部分是外配 外配是佔比較大部分會在這裡落地生根 那所以我們的東南亞的第二代 根據我們現在政府的統計 國中小裡面就讀的屬於東南亞的新二代 有10.59% 也就是已經加進快一成一 是屬於在國中小就讀的 他們都是東南亞的第二代 但是他們很多是不會講自己媽媽的母語 那所以這個部分 其實為什麼我們要開始重視這個問題 其實我們不只是在經貿方面 跟東南亞有很深的關係 台灣其實你看 現在是泰國的第三大外資來源國 那麼日本是第一 美國是第二 這是對泰國 那因為最近泰皇駕崩 所以泰國的新聞 在台灣也到處都可以看得到 那到底泰國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有時候我們會覺得既遙遠又是新聞焦點 其實我們台灣對於泰國的投資 是他們的第三大 第三大 那我們對馬來西亞跟越南的投資 是第四大 那馬來西亞這邊第一大是日本 日本 然後美國 新加坡 那越南的話呢 它是韓國 日本 新加坡 那所以你如果從這樣的排名次序來看 你會發現日本是對於東南亞最切入的一個外來政權 那所以他在日本殖民的時候 他也特別提出要南進政策 他們是最早提出來 所以他很早就正式到這樣的一個東亞跟東南亞的夥伴關係 經貿關係 文化關係 所以其實日本在這個部分呢 他們過去的殖民雄心壯志裡頭 是把這個東南亞列為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區塊 那其實我們就在東亞跟東南亞的中間 所以台灣的戰略地位 或者是文化經貿的交流地位來講 我們其實是在中心點 那這個中心點呢 對我們而言很重要 所以我覺得 不管是新政府喊出的南向政策 或是過去歷任的總統 也有提到南向政策 我覺得都是一個在 未來台灣的一個趨勢裡頭 必然要存在的 所以它不僅僅是應該 而是必然 那因此台灣要成為東南亞的元素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畢竟我們在這裡 東南亞的第二代 在這裡有達到10%以上的人口 那所以我們如果對泰國 對東南亞的投資 有越來越多的一個傾向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也要培養 在從事這方面的人才 在東南亞的語言交流上 文化交流上 而不是一個我們只是從新聞上 去了解的一個國家 那我認為 在這個深化多元文化教育裡頭 跟夥伴關係裡頭 我們必須要加強 所以我想 新任的空大劉校長 其實在業務報告裡 也特別提到了這一點 所以在空大 特別針對東南亞的 這樣的一個新移民 有很多的一個 在東南亞的這個部分 我想空大也有你們的教育方針 那我也希望說未來在高雄市 我們能夠特別針對東南亞的新二代 去做一些相關的一個教育跟人才的培育 那這些其實未來他們會從事我們東南亞事務的 一個很重要的人才庫 那同時呢 我們在觀光的部分呢 也可以藉由因為文化跟教育的交流 而讓我們的觀光裡頭 有多了很多東南亞的這些觀光客 所以未來我們的觀光不會再只局限於 只是針對大陸的觀光客 而不是受到某一個特定區域的影響 你的觀光呢 就會因此而大幅的滑落 或者是在這個生計上 而受到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觀光其實是應該要拓展 那往東南亞這個部分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政策 所以我認為文化語言的這個親近感 減少它的隔閡呢 是一個國與國之間交流最好的方法 雖然泰皇駕崩之後呢 這個軍政府可能還是會主政為主啦 因為這個王儲顯然是沒有什麼太大的能力 但軍政府跟中國的關係非常密切 所以台灣在這個地方呢 我們有什麼樣的一個空間 可以去跟泰國再建立一個比較好的關係 我覺得就是要透過文化教育 這樣方面的一個交流 以及未來在東南亞人才的培育上 我們必須去重視我們的東南亞新二代 甚至於將來他們會有新三代 那因此這個部分 我覺得我們在政策上必須做很多的調整 所以在教育方面 是不是請教育局長 就這部分能夠做簡單的答覆 謝謝 請教育局長 謝謝林議員 對這個南向跟新二代的這個培養的問題 那其實從蔡總統上了以後 他其實是國家的戰略發展 是要轉向東南亞跟南亞 一共有16個國家 如果加紐澳還有18個國家 那這裡頭的培養的部分呢 是跟以前不同是主要要推動 雙向投資觀光互相往來 鎖定這個16個國家的內需市場 那最重要的 他是以人為本 以人為本的一個大的戰略 所以我們對新二代其實非常的重視 在高雄市來講 新二代排名第一的是越南 從國小到高中值超過一萬個學生 接下來就是印尼 那還有菲律賓 泰國 緬甸 柬埔寨 那我們都需要重視他們的雙語學習的能力 文化學習的能力 那特別是我們在107克綱 如果真的實施的時候 他是從國小開始 就新二代的母語的學習已經列為必修了 所以我們跟越南的上次的訪問 主要就是跟越南的教育訓練部 還有外交部的僑委會 去建立一個將來在教材上的合作關係 師資培育上的合作關係 目前都還有滿好的進展 所以如果有兩年的時間準備 我們比較不擔心越南語這一塊 接著下面一個處理的就是印尼 泰國 柬埔寨這些國家 馬來西亞等等的國家 我們幾乎在所有的國中校都有新二代 每個學校都已經盤點了 他們接著開始推動社團 然後文化學習 讓他們的每個新二代 開始覺得他是有自信的 他說他將來是不一樣的 他擁有雙文化雙語言的優勢 然後也能夠看到未來 在這個新南向政策裡頭 他們可以扮演的角色 我想對他們的學習跟人生 會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們也會推動 從高中職的學生回鄉 回到他的母國 然後到台商的工廠裡頭進行實習 那這些隊以後都會接軌接得很密切 希望大家一起來努力 因為這個其實很龐大的一個發展方向 所以在教育局這一個區塊 可能要請多多做一些相關的一個配套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局長 謝謝主席 謝謝 來 接下來我們 我們請王耀玉 王議員 時間15分鐘 謝謝大會主席 教育部門各局處長 以及議員同仁 還有媒體女士先生 有關今天的教育部門的業務質詢 那本期也針對我們教育部門的各局處 有一些相關的在施政的議題 需要來做說明 以及來配合的 來共同為我們大高雄地區的這個建設 來教育部門的這個建設 我們來共同來努力 那首先在教育局方面 我們也都了解 我們的高雄以前高雄縣市是分家 那現在縣市合併 在這裡 當然在局長 是在我們大高雄的教育局長 你也了解說 城鄉差距 這個城鄉差距讓原本的高雄市的學校 跟現在已經合併了就以前的高雄縣的學校 不管在國小 在國中 他的一些他的一個教育的一個設備 或者軟硬體的建設 真的是差距太多 所以在這裡 在上個會期 那本期也針對這個電子教學設備 要求我們教育局 要落實 要充實 我們原先不足的高雄縣的所有的學校 現在 目前的現階段 我們是做到什麼程度 所以這點 電子教學設備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請我們局長 也在會後提供我們電子教學設備 把林園大寮的部分 目前的電子教學設備 到底我們又增加了哪些 有什麼不足的 所以這一點 不是只有單一的林園大寮 當然未來所有的高雄縣的 以前高雄縣的學校 我們教育局要本著讓城鄉差距 去把它拉進 讓我們所有的教育資源都可以到位 所以這點請我們局長 來做簡單的答覆 我們教育局長 謝謝王議員 剛剛特別提到說 拉平城鄉差距 這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第一個關心的就是 電子教學設備的比例 它其實整個在林園區的比例 涵蓋電子板板 單槍等等 大概學校的比例達到96%是有的 大寮區95% 那全市的比例是89% 所以相對林園跟大寮的比例是高於全市 但是有幾個學校建制率偏低 我們會持續關心 包括林園高中 曹寮國中 金潭國小 昭明國小 那這個我們的知國課 都有很好的掌握 那它還有一個部分 就是電腦維護費這個部分 每個學校的規模不一樣 所以我們也會由中央來申請補助 給他們補助 局長 那會後把這些相關資料 你們做的一個相關明細 再提供給本席 好 請坐 謝謝 那接著就 如果針對我們的風雨球場 在林園目前還沒有一所學校 包括林園高中 都還沒有設置風雨球場 當然風雨球場的重要性 這個大家都知道 你看這個 這就是在我們今年度在辦理這個籃球賽 總共有三百多位的青少年 我們的三對三鬥牛賽 全場的籃球賽 總共有三百多位 真的我們打 只要集中在林園的就這麼多人了 你看 在風雨的時候 中段比賽 沒辦法進行 這邊是在王宮國小舉辦 你看王宮國小這邊 那下過雨場地施滑 因為為了賽程 大家也勉強要打 山火旁 你看 這也是會造成這個危險 所以在這一點 我們風雨球場的重要性 你看 這個是在開幕 連開幕也沒辦法在籃球場開幕 要在王宮國小的中堂 這個在中堂這邊來做開幕 這就是標示什麼 我們的風雨球場的重要性 在這裡 我們上一會期在說到風雨球場 那局長也有來向中央來爭取 那目前的進度怎麼樣 來請局長答悟一下 好 多謝王議員 你持續關心這個 林園跟大寮區學校的風雨球場 目前加起來的學校 一共有二十一校 林園八校 大寮十三校 確實如王議員所說的 其實都沒有風雨操場 但是有體育館跟活動中心的學校 大概有八個學校 那目前有立法委員安排 會堪以後 大寮區的學校 其中那個林園高中 還有王宮國小 中藝國小 大寮國小 都已經會堪完畢了 那這個相關的 這個申請經費的案子 都送到體育署了 那核定了沒 體育先已經送去了 然後這個體育署呢 會審議 審議再告訴我們 我相信這個應該有很大的機會吧 好 那請局長 這方面針對這四個學校 先趕快來爭取到位 可以說 給這些風雨球場做起來 不只我們學校可以來充實一個活動空間 買到我社區居民來使用 如果有這四個應該就夠了吧 我相信公共令 未來啦 未來當然我們是朝著 對阿 目前一定要先設置嘛 地區系嘛 因為你要是有四個全部核准的比例 我看也是不高 可能是一個兩個這樣一直來 好嗎 好 謝謝 接著齁 就是在在 夜間照明 學校當然有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環境 也可以讓學生在那邊上課 運動 當然晚上下課後 我們可以提供我們社區居民 或者是一般的青少年 還是說我們的老大人 都可以做成間運動 或者是夜間的運動 在這裡 現在政府在提倡這個 運動333法則 在這裡運動333法則 我要請教我們的體健科長 來 體健科長在哪裡 體健科長 學長啊 運動333法則 你知道嗎 這是每天運動3小時 答案在這裡 三十分鐘 三十分鐘 說出來 好啦 你看 你請坐 這點 我們就是這樣 運動30分鐘 每天一次30分鐘 一個禮拜要三次以上 三邊 心跳 心跳 速率 一分鐘 要一百三十次 可能是 體育處長 比較有這個概念 比科長 更了解 我看他在那裡 所以這點就是 我們運動333法則 這就是 要鼓勵全民運動 我們學校有那些好的 教學環境 那些設備 你說 這裡的運動場館也好 運動場館有些有時間性 可是你操場 或者是中庭 這都可以開門 可是 在晚上 或是層間 有時候照明的問題 當然也考慮到 我們的照明設備 電費 電錢 不過 不可以說 音樂費時 因為要清電 這都會關閉 我們可以局部 看怎麼樣來做調整 當然在前幾天 我們交易局 也有邀請本席 來針對夜間照明的 大家邀請學校來共同探討 當然我們可以 有一些球場的畫面 我們可以針對球場在使用 我們可以做投幣式的 球場那個照明燈 可是你那個 PU跑道 或者是一些 學校的一個 中庭 進出口 你不做一個照明 萬一他們去活動 去運動的時候 有摔傷 那也不好 所以這點 是不是請我們的 教育局 針對這一點 夜間照明 來做一個 時間上 以及我們看 用一些場合 像球場的 又球場的照明 當然提供一些 用慢跑 或者是運動的 在那邊 這個慢 就是在 在散佈的這一些 也可以提供照明 讓我們的居民 可以來使用 這點 跟請我們教育局 來配合 當然會後 再把我們 之前有開過會的 針對夜間照明的部分 看教育局這邊的 這個 動作 以及教育局這邊的 執行怎麼樣 再跟本席來做答覆 好 接著 在 在整個 我們石化工業區 我們 各鄉市 石化工業區 有 臨門 台發 臨海 人大 這四個工業區 都是 空氣污染 很嚴重 當然 在 之前 我們雲林縣 麥寮鄉 橋頭國小 許處分校 在那 嚴出的 這個小孩 尿液 它有綠乙溪代謝物 瘤帶 鱷乙酸 TTGA超高 肝功能指數異常 這點 應該局長你也了解 所以在這裡 現在 你問 在中雲國小旁邊 有一個監測站 那個是工業局設置的 有一個 FTIR的一個監測站 這是紅外線的 官埔分析的 這個儀器 這個 它測出來 中雲國小那邊 就測得到 42種的 化合物 B 麥寮國小 麥寮國小是36種 這裡是42種 這一些化合物 都是毒性的化學物質 內容都在這裡 包括綠析 環氧 遺碗 等等 總共 有那麼多 不然 它會做體檢 可是我們目前 在我講的這四個工業區的 血統 到底臨近血統 我們交易局 也要跟有 跟有關單位 來做一個健康檢查 所以這點 是不是請我們局長 針對這一點來做答覆 謝謝 王議員 剛剛提到整個工業區的空氣 還有很多毒物的化合物 這個真的是很嚴重的問題 確實很嚴重 我們現在這幾天 有很多議員提到這個方面 我們想要會後 就是跟我們的環保局 衛生局 還有地區醫院 還有研究機構 要組成幾個專業的團隊 做長期的追蹤 追蹤這些空氣出來的 這些化合物 對人體造成什麼影響 我覺得要有積極的作為 因為確實存在很久很久的問題 好 那健康檢查呢 我們血統的健康檢查 怎麼辦 目前當然147年級學生 是有健康檢查的 但這個檢查可能沒有細到 可以查出這些 對啊 所以一定要驗血 驗血就是要包括 包括可以驗到 驗到這些成分 化學成分的 這個檢驗的數據 對 你關心這一題 我們也一樣非常關心 所以我們來是尋求專業者的意見 跟專業者討論完以後 決定健康檢查 在驗血裡頭查得到嗎 還是還要有其他檢查 那我們交易局 交易局就跟衛生局 跟環保局 一起 一起 對 然後這筆經費 我們環保局不是有一筆空污嗎 空污費用 空污基金 像這一些都可以用在 我們應該照顧學童的健康檢查 是的 我很同意 我們要行程計畫跟環保局申請 好 那進度後續怎麼樣 再跟本期會報 會加速進行 好 謝謝請坐 那還有就是臨遠 你問真的 跟我們主席 主席他們是人物 你問 你問 那叫我工業區你看 工廠那麼多 沒有一個萬數壘球場 不只臨遠沒有 包括大寮也沒有 這是以前 漁城縣長在做館長 在河濱公園 就在高平溪 雙圓大橋旁邊 林圓石化公園區的 這個提防 台29縣 這個旁邊 這個提防 來做一個河濱公園 不過這個河濱公園 他坐在高灘地 是不行 所以這在 七年前的八八水災 已經都沖灰 做沒菜 這裡有兩三座 萬數壘球場 你看沖灰 所以現在 要打球要去哪裡 現在剩下大平頂 這是 剛才本席做 萬數壘球協會理事長 在102年 辦這個 結果這個求定 很好 問題 要定期 要排隊排很久 真的沒辦法 以前 在林圓這個河濱公園 是幾乎 每個禮拜 都有球隊 在那邊打球 一年 比賽好幾次 現在都沒辦法 所以 在這一點 請我們 體育處 處長 你來答覆一下 我們可以 集團 我們找地 來建設 好不好 來 主席 首先我謝謝議員 長期以來 對這一些 這個 對壘球運動 朋友參與的 這個議員 提出一個很 很完整的 一個建議案 那目前這個 確實在大寮 跟林圓地區 這個救了壘球場 衝了以後其實沒有新的球場 對很多球 造成很多困擾 那目前我們了解到 在林圓高中附近 有個體育 體育用地 但是呢 是目前是呢 沒有辦理徵收 這一個部分 那部分呢 如果說其他有公設用地 這邊如果說 議員或我們覺得 可以的話 我們跟獨發局 來討論看看 怎麼樣去徵收 那如果徵收這方面 也就是完成的話 接下來我們體育處 會針對這一個 慢速壘球場 它所需要的空間 專業規劃 還有對外交通聯絡道路 我們來做一些建議 然後最後重點是說 這個叫做經費的爭取呢 我們要跟體育署來去爭取 以上做說明 好 再三分鐘 大寮 大寮那邊也是 有很大的腹地 也可以找看有沒有公有地 好 請坐 我們共同努力 那接著我們針對文化局 文化局這個鳳鼻頭國定遺址 我們也都了解 這個鳳鼻頭國定遺址 是一個我們的寶 我們的寶 之前我們史澤局長 他也非常重視 那也是我們都開過幾個變火 那針對這個我們的國定遺址 要怎麼樣來趕快盡速 來爭取到位 爭取經費 你如果沒有土地精神 不可能做這些其他後續動作 所以在這裡 現在我們的文化局長 我們的代局長 來擔任這個重要職位 什麼 有什麼突破的方式 來 請我們代局長來講一下 我們代局長 主席 王議員 王議員一向都非常關心那個鳳鼻頭的那個遺址 鳳鼻頭遺址其實是全國的七處的國定遺址 所以它的主管單位其實是文化部 那其實我們也一直希望文化部可以 可以 尤其是它90幾%的土地都是石油的 所以它 它最大的問題是要面臨它所謂的土地徵收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不斷在跟文化部 在爭取 可是因為它其實不是一筆小錢 它其實要好幾億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也希望文化部可以 未來去納入一個國家的一個重大的公共建設裡面 才有辦法去爭取到這樣的錢 這個部分我們會不斷的來做 局長 那個 雖然說這個經費龐大 不過 你想想 這個是一個四五千年的一個古蹟 國定遺址 我們放在那裡 放在那裡 讓我們在那裡打算 真正沒辦法 所以 與其 我們 要以後 把它列為要開發 那不如我們現在 現在 我們的市政府 未來我們的市長 會出路很好 我們可以 占對 共同 來政策 你 你現在做局長 就是要占對這個 這個 要搭 要承擔 所以 不管 經費多大 我們也是要爭取到位 所以請我們文化局的工作團隊 大家一同努力 來 有所突破 最主要是經費上 經費的爭取 好嗎 好 謝謝王議員 好來 請坐 另外在新聞局的部分 我們城市行銷 當然我也聽到我們新聞局局長 在 在我們的 這個業務報告的時候 也說到這個城市行銷 本市也認同 因為我們高雄市是一個 我們 我們在課 課我們的這個 產 來 沒關係 繼續一分鐘 請我們的局長 城市行銷 我們的觀光效益 到底我們 來這邊觀光的人數 到底有沒有增加或減少 那在106年透過城市行銷 預期效益會多少 未來我們高雄市政府 怎麼樣來推廣我們的在地 在地的一個觀光的一個產業 接近這3點來請我們局長來做答覆一下 我們新聞局局長 主席 好 王議員 好 跟議員這邊 首先報告我要先說明一下 就是我們新聞局的角色 其實是對市府各個局處的主政的內容 做媒體行銷 或者是宣傳 宣導政策宣導等方面的協力 所以我這邊會跟議員報告說 這邊有一些觀光上的數字的表現 但是我不會說那全部都是 靠新聞局的觀光行銷 所以主要主政 而且它這個連結性 還是要由觀光局來主政 那我可以報告一下 我們在對國際行銷方面所做的努力 首先就是我們會有在一些國際頻道這邊 然後做我們的廣告的播映 然後另外就是說 我們的推特跟Instagram 因為它是屬於國外的一些 旅遊達人或者是社會名流等的人士 慣用的一個社群傳媒 我們是國內第一個開啟官方正式認證的地方政府 那它目前呢 它的那個使用 使用的follow 它大概有三萬四千人左右 成績還算不錯 那透過這些努力呢 那就我們所知道整個 當然還不只是我們新聞局的行銷而已 還包括觀光局以及各個局處的共同努力 比去年整個高雄市的旅客的住宿數 就去年的上半年跟去年上半年比較起來 除了中國觀光客以外 其他像是日本呢 它跟同期比較增加兩成 然後呢 新加坡的跟同期比較增加三成 然後像馬來西亞也是增加近三成 韓國則增加了一成 目前這邊部分 我這邊跟觀光局所所取的資料 並沒有這一部分 好 那我們再補充給議員 我想那個部分 它應該議員 我相信議員也是非常了解 這個跟行銷的相關性 可能不是那麼的大 好 那我們再來書面給議員 是 好 那另外在未來我們的 新加坡的公共同努力 我們會努力 好 我們會努力 謝謝 好 接下來高敏林高議員 謝謝主席 謝謝各位關心高雄市政的市民朋友 大家午安 大家好 那我想今天我大概針對我們教育部門 提出一些質詢 那我也期待我們相關的局處首長 等一下可以給我一些滿意的答覆 那我想上個會期我針對教育部門的部分 尤其是我們的教育局 我大概關心了幾個議題 第一個就是有關我們的校園安全 有關虛擬圍牆跟電子圍禮的部分 還有我們異財班高雄市高雄縣分配不均的問題 第三 我也講到這個代課老師聘用的問題 第四 跟我們鋼山棒球 跟我們推廣棒球有關的 就是我們不管在澄清湖棒球館的維修 還有我們鋼山檢疫棒球場的提升改善計畫 那特別是我要提到 我們八月份的時候 我們鋼山壽天國小餐出國代表台灣 代表我們高雄出國比賽 也得到我們這個世界軟式哨棒的冠軍 所以我希望上述這幾個議題 也許不會在我等一下咨詢的議題裡面 但是我很期待我們的教育局可以持續的來關心 因為大概你們有關棒球村的改善計畫 我都有看到這一本 我大概全部很認真的看完 甚至上網去查閱相關資料 所以我想也要給予我們的教育局來做一些肯定 那同時呢 我在我們教育局的這個相關的業務報告裡面 也有看到不管是人權教育 海洋教育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 甚至還有針對新移民 還有我們行政院的這個新南向政策 一些相關推廣語言母語 來幫助新移民孩子的一些相關的課程 甚至還有推廣讓學生可以拓展國際視野的 包括國際的半讀 讓高中生來幫中小學生等等 那我覺得這些計畫都非常的好 也希望我們教育局可以努力的肯定 努力的持續下去 那我想今天我主要要質詢的議題大概有幾項 第一項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我相信我們范局長應該也很清楚 大家應該蠻多議員都非常關心有關我們颱風災後復救的情形 那我想特別要提到的是說 我們這一次梅基颱風非常的嚴重 不只是我們高雄市區的市榮的部分 很多的學校 比如說在我的選區 指觀科僚國小 還有包括非常多的學校都有天花板 漏水還有整個屋頂飛走的情形 那另外呢在校園的校術的部分 也有很多傾倒需要搬除傾運 那由於這一次的梅基颱風 它的肆虐的狀況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們有發現 我們在傾運跟請環保局協助的部分上 可能比如說抓斗車不足啦 人力不足的情形 所以我想第一點我想要請教我們飯局長 有關我們校園的颱風的防災 還有救災的SOP 還有災後的復原 整個復救的作業如何進行 然後這是第一題 飯局長您先請坐 那第二個我有看到我們飯局長很努力 我有看到在我們的這個業務報告裡面 有特別提到我們教育局要增設一個工程管理科 那我相當肯定這樣子的一個組織的變革 因為我想非常多我們高雄市裡面的 國中小學公立學校 其實都有要向教育局 甚至向教育部提出相關計畫 要來改善校舍等等的措施 可是往往遇到一些工程上的專業 他不知道該怎麼辦 是不是要先找包商來評估等等 我想我非常的肯定這個 成立這樣子的一個工程管理科 但是我並不了解 因為我在網站上我們教育局網站也沒有更新 我沒有看到工程管理科目前的原額編制 到底如何進行 那這個等一下第二題也請我們的這個飯局長來回答 那第三還是跟這個颱風有關 就是說這次因為煤基風災我們有發生一個案例 就是我們有一位學生舉重選手 他是高院的學生 那他過去也曾經是指官國中的校友 那也因為要協助學校 清運這個數目 導致受傷的情形 那我不知道我們教育局關心的狀況為何 那現在學生復原的狀況跟家庭救助的狀況為何 那再來這是第一大題都跟風災還有我們校舍改善有關的 那第二個第二大題就是想要請教我們的教育局長 就是我們現在有非常多的這個非營利幼兒園 然後也有很多的公辦的民營的私利的 那我不太知道如何去控制這個品質 特別是我們現在行政院又核定 整個幼兒園公共化幼兒園要增加到一千班 那我想知道說我們高雄市的計畫 大概這幾年下來未來的兩年或四年的相關的因應措施 跟預計要達到幾班 那我想先就這兩大題請我們的范局長來做回答 謝謝 好主席我們非常謝謝高雄 長久持續的關心這個教育相關的這些事務 那提到這個風災 因為這個兩個颱風其實是三個颱風 對學校造成的損害 規模大概是41年來警戒的 有334個學校受損 那總體的那個經費呢 其實達到兩億八千多萬 這也是在19號我們才報給我們市府 市府在整個統籌 報到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其實現在學校很關心的是說 這個經費何時下來 讓它能夠早點進行復原的工程 那我們在這個100萬以上 剛剛委員有提到譬如天花板這些金額比較大的附件工程 都已經給了他們規劃費 那規劃費規劃設計完成以後呢 就接著等到中央的經費進來的話 就很快就可以發包然後來完工 大概什麼時候中央的那個錢會下來 因為比如說以我們科療國小就好 到現在那一整棟校舍是沒有屋頂的狀況 那我想最近也可能還會再下雨 那可能有一些教室裡面的設備可能受到影響 我們當然希望中央能夠加快腳步 因為它也是要到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這個整個會總 我記得當年921的時候 導了那麼多學校 最後到經費核定其實花了六個月時間 我相信我們的新政府不可能花那麼長的時間 應該很盡快的能夠核定下來 那我們把所有的受災學校分成ABC三個等級 分別希望他們在這個30天或者兩個月 或者最多到四五個月把它整個都完成 所以都會有專業的這個技師工 像是建築物技師工會 土木 結構 進入協助 那這就是牽涉到剛才議員提到的這個學校工程科 因為學校工程科是去彌補教育局長久以來 沒有工程專業能力的這個缺憾 我們三千萬以上的學校委託給新工處 其實教育局還有學校還是有很多工作要做的 它還是要審議啊 還是要有這個評管的監督等等 所以我們希望工程科能夠在事先 學校在提出需求的時候 就有專業進去協助評階 把這個合理的經費編出來 可是我現在好像沒有看到我們這個科的編制員額 我們好不容易跟市政府的員額小組爭取到 所以目前還要等10月26號 編額小組開會確認我們的編額還要報給全序部 所以預計最快的時間應該在明年1月才能夠正式成立 整個編額是希望有12個 12個編額 這些人員的招聘是什麼樣的制度 也是以工程專業背景為主 我們希望這樣子的招募 好 謝謝局長 那第二題有關公立幼兒園 非營利幼兒園的部分 希望您是不是可以回答 這兩天 因為昨天那個教育部才在行政院做了 擴大公共托育的這個方案的報告 那我們在520之後呢 其實配合小英總總 她其實她的十年正綱裡頭就提了這個方向 所以教育局幼兒科已經做了這個規劃 我們如果要達到40%是進入公共的托育系統 意思就是說非營利幼兒園為主 然後有公幼的增加 可能有些私利的優質的轉接一些學生的話 大致要增加318班 那如果4年要完成 我們要面臨兩個問題 一個就是說空間 如果是非營利幼兒園大致規模是要5間教室 那另外一個就是誰來經營 這個公司合力誰來經營 那目前有6所譬如說彭婉如基金會 或者說這個蘇德科大 還有這個愛國同心會 還有教保人員自己的公會 正在進到6個非營利幼兒園 但其實量還是十分的不足 那我們的方向是要跟大高雄地區 或者南台灣地區大專院校有相關學系的來做合作 其實我覺得這才是讓我們的幼兒系 他們能夠做到所學所用 專業可以發揮 這會有一個新的方向 好 謝謝局長 您先請坐 那我想特別局長 就是有關我們要呼應我們中央所定下的這個政策 要做的這個公共化的幼兒園的部分 我只希望提醒局長一點 我們大高山尤其是原高雄縣的部分 有非常多老舊的校舍 那也許他都還沒有安全危險的餘力 但是都是空出的 那我特別提醒您喔 希望我們未來的這個公辦民營也好 或者是我們的公辦公營 或者是我們的非營利幼兒園 我都期待喔 能夠在地理位置上 能夠做到高高平等 讓高雄市區的這個幼兒園的數量 跟我們原高雄縣的可以相對的 有一些區域上的平衡 那這是我對您的很深的期待 那接下來有幾題喔 是都是時事題還是教育局喔 那我想喔 今年的六月喔 大家應該有記得 曾經有一位 據稱是公民記者的這個故事媽媽 到了學校裡面去 然後就散播一些 有政治高度政治歧視性的語言 然後甚至還有辱罵這個農民 老伯伯的狀況 那這個到底她是故事媽媽 還是代理的 還是什麼狀態喔 我想等一下 我會請局長來一併來做回答 那因為我們看到新聞都有指稱喔 就是好像她原本只有代班一次 那後來不知道 好像一個月之內就五六次 總共三十幾次喔 那到底這個故事媽媽 到進到校園裡面 是什麼樣的機制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高雄市有一個故事媽媽協會 那我不太知道這個故事媽媽 進入到校園 跟我們故事媽媽協會 有沒有什麼樣的關係 以及我們如何去掌握 每一個故事媽媽 她們在說故事跟故事的內容 是否符合政治上的中立 以及我們性別平等的原則 那我覺得這是第一個實事議題 第二個也是今年喔 七月份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議題是喔 有一個特定的國內的特定的宗教團體 或者是一個 呃 一個特別的團體喔 他 呃 他因為去上了這個課程 然後延誤了 我們有過動症的小朋友的這個醫療 那甚至呢 還花了幾百萬幾十萬 修了相關的這個課程 然後孩子的病情也沒有受到控制 那我是特別想提醒局長 就是說 有關孩子們在校園裡面 他們的身心健康 可能 是不是要有一個妥善的醫療機制 比如說 我們每個學校裡面設置的這一些 醫療的人員 是不是可以做一個怎麼樣正規的協助 這是第二題 那第三題喔 我想 這幾天也有很多議員質詢有關毒品的問題 那教育局也一直 就是跟隨著我們中央的這個紙追花的活動 一直在做 反毒的宣導等等 還有相關的輔導啊 追蹤 那我想喔 其實毒品的問題非常嚴重 我只想提醒我們的教育局長就說 我們教育局喔 這邊掌握的資訊 好像跟我們警察局的資訊 好像有時候是對不上的 那我覺得這會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 教育局能掌握到的可能非常的有限 那這兩個局相關的這些 可能有吸毒歷史 或者是濫用毒品歷史的這些孩子 我們教育局沒有辦法好好的掌握的話 那我覺得對這個孩子的整個身心發展 是有很嚴重的影響 那再來第四個喔 也是一個實事題 剛剛講六月故事媽媽 七月的時候有這個ADHD的孩子的就醫的問題 然後再來九月喔 九月我們看到有一些學校喔 有一些九月份的反讀活動 那這些反讀活動 喔 九月七號在鳳山中正國小 九月八號在高雄的我們三民國小 九月二十三號在小港平頂國小 九月二十八號在五甲國小跟大東國小 那我想特別提醒的就是說 這些反讀活動 它是一個名叫社團法人台灣無獨世界協會 那我想這一個協會背後大家都很清楚 是什麼樣一個宗教組織 那我覺得如果我們今天教育局 已經有相關的反讀活動 那我們就好好的去做 那應該要秉持我們宗教的中立性 那還有我們的政治的中立性喔 讓我們整體的教育能夠回歸到教育基本法第六條 教育因本中立的原則 然後不要讓一些奇奇怪怪的宗教團體 散播由違反醫療專業跟精神醫療倫理的 這些訊息不正確的毒品的訊息跟知識 然後最後變成在傳教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所以上面這幾個問題都特別是要請教育局長來回答 有關為什麼 好 三分鐘 我們如何去控管 所有一些民間團體 甚至是志工故事媽媽故事爸爸等等 進入到校園 那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的嚴重 我們也不希望有一些特定的宗教 或者是邪教的團體 進入到校園裡面來散播他們的宗教信仰 那散播不正確的醫療跟藥物的知識 那這是這個問題 那因為時間有限我大概連文化局一起問 文化局長 很恭喜你能容身局長 那我想去年最重要的就是我們推動這個文化機構法人化 然後專職機構的這個自治條例 那我想要請教一下說 目前我們這個法人化的推進的程度為何 那進度到哪裡 那第二個我想大家最近都很清楚 我們有一個金鐘獎 就是我們一把青 這樣子的一個電視劇 那這個電視劇它的戲劇的場景 就在很多地方都在我們高雄來拍 那這部作品是我非常喜歡的改編 我非常喜歡的作家白先勇跟我很非常喜歡導演導演曹瑞原來指導的 那我特別想講的就是說 其實過去我一直非常關心我們岡山眷村的這個發展 跟我們這些舊有的歷史建築的活用 那但是我一直每一個會期都一直問我們文化局 為什麼我們以住待戶的計畫 永遠都只有左營黃埔新村 難道岡山的這些眷村的建築群不能使用嗎 不能活化嗎 好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我們過去這個一把青這樣的戲劇 他們的劇組花了大概三百多萬把那個場景重建 那有沒有可能我們可以打造成一個新的觀光亮點 那這是第二題 那最後我想有一題小題 我想要請新院局長來回答 也是跟風災有關 我想風災這連續的兩個三個風災 都造成我們高雄市非常嚴重的災情 不管是露宿不管是露燈 那還有很多電纜的問題 那特別要請教我們的新聞局長 其實非常多的我們的市民朋友跟我反應 我們在有線電視的部分 風災過後這個維修性度非常的緩慢 那我想很多民眾跟我反應 我不太確定是只有我的選區有這個情形 還是我們整個高雄市 所有的有線電視可能我們新聞局都有掌握到這樣子維修很慢 然後影響到消費者跟閱聽者權益的問題 那這一題我希望新聞局長可以針對有線電視的業者進行溝通 並且研拟相關的改善措施 那以上三題分別就教育局 文化局還有我們的新聞局 謝謝 謝謝高議員 其實我們好多題喔 第一個說到那個洪樹豬女士在三明國小講故事這件事情 那後來我們查詢她確實有代課代班9次進到學校 但是這個學校的父母成長團體已經成立20年推動故事媽媽的活動 都經過一個很好的一個延期才能夠培訓以後才能夠做故事媽媽 所以這次發現了一個漏洞喔 所以他們也做了很多的檢討 因為故事媽媽或者父母成長團體對學校來講非常重要 都是志工性質也貢獻很多 所以未來的話就會做加強把關 必須要是受過這個培訓的媽媽們才能去帶領學校小朋友的故事班 那另外他們也會做路班會去看他的上課情形 做一個比較嚴謹的一個規範 那有關你提到的ADHD的這個個案的情形 那我想我們會由大夫這邊來做一個檢討 將來會有適當的醫療跟輔導人員來經過審慎評估以後 給予他適當的一個幫助 那另外提到那個反讀活動的那個團體 因為剛才不知道你講的是什麼名字 那我們會請軍訓室去了解 是什麼 就是無獨世界基金會 無獨世界協會 不知道 是三大級教會 所以這種訊息要早點提供給我們 我們確實在反讀這一塊 或者有些是屬於這個家庭教育等等的部分 很多宗教團體很熱心的想進到學校 但是他們非常熱誠想傳遞宗教訊息 這個其實在校園內是不妥的 這個局長我想不只是團體宗教訊息 可能還涉及團體違反醫學文化 對的 對的 所以 對 所以一般的 我請去找到 好 各種議員質詢完畢以後再行上會 好不好 好 那 因為我們現在有日本團體 需要我們的教育局長去接待 我們是不是 讓我們的局長 教育局長先行去接待外賓 好 那我們就這麼決定 好 來 現在文化局代理局長 好 謝謝主席 謝謝高議員 也要謝謝高議員 上次在我們那個 專業文化機構的自治條例的審查時候 給我們非常大的支持 讓我們可以順利通過 那這樣 自治條例其實它在八月份 我們已經公告實施 然後我們也按照進度 就是 使播館跟電影館 明年我們預定在一月一號 正式改制成行政法人 那目前我們已經開了第一次的董事會了 那針對於法人的預算 還有營運計畫 還有組織的部分 預算是通過董事會 然後組織跟營運計畫 其實都有跟董事們交換那些意見 那接下來我們 會積極的針對人事法規還有組織 還有財務方面 我們會沿逆相關的一個法規 會該送進來議會被查的部分 我們會積極來進行 那高議員很關心 那個岡山的那個眷村的部分 我想高議員在提的應該是 樂群村對不對 那其實它跟黃埔還有跟明德新村 它的條件是不同 因為黃埔跟明德新村是文化景觀 那樂群村它有十六棟的古蹟 然後有十棟的歷史建築 那其實古蹟跟歷史建築 它在運用上面 它必須第一個要先做調查研究 那目前我們也完成了調查研究 可是它的修復的部分 就是一個大問題了 因為修復會是需要文化部 這邊來爭取經費 或是由他們來挹注 像 是 很多民眾都會覺得光備在那邊 是 所以如果經費補助 我想真的要再好積極 跟我們的畫面來爭取 既然我們的左營都會增持到 現就我們了 也不相信我們剛剛 沒有辦法爭取更讓我們爭取 好 這個部分我們會來努力 因為它的那個古蹟跟歷史建築 的數量其實蠻大的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再來加強 以上 謝謝 好 來 我們新聞局長回答 謝謝主席 謝謝高議員 跟高議員報告一下 這個分幾個方面來跟議員報告 首先第一個整個機制的層面上 像不管你是從1999打進來 來投訴 還是說來跟我們災害應變中心 像我們只要災害應變中心二級開設 我們新聞局就馬上進駐 像這些進來我們馬上一定都會 每一個都會去處理要求 有業者趕快來進行維修 同時我們也會列管 所以會列管追蹤 所以我們機制上是絕對有處理 但是呢就是跟議員報告一下 上一次這個莫蘭蒂跟梅基結 尤其是莫蘭蒂 就像那個電力的維修 因為樹島的範圍 因為它風力非常強 樹島範圍很大 那樹島的影響 包括電力維修也受到影響 事實上因為像在 比如說我們原高市的地區 很多這些有線電視的線 他們是有共管有禁管 可是在像原線區的地方 可能有的地方還沒有做到 那所以他們容易受到風災跟樹島的影響的範圍 非常的大 業者也是叫苦連天 那所以說就是上一次的維修 因為範圍太大 那所以它可能整個進度上 會不如民眾所預期 那當然未來這個持續也要跟公務單位 跟水利單位一起努力 來推動這些共管的部分 那另外呢也要特別說明就是說 如果民眾的收視權益的部分 它假如說因為它是有線電視公司本身的因素 可以規則於它的因素 你斷訊的話 你超過一天的話 超過一天的話 那你就可以減少三十分之一的這個收視費 假如說超過了十天 那你這個月都可以不用付 但是如果不是 對那如果說它是因為不可抗力的部分 或者是說說台電停電 還是什麼原因 像這種情況 那就是說 我們就要尋銷保爭議的方式來調節 好 以上跟議員報告 好 謝謝 接下來我們換張漢中張議員 質詢時間15分鐘 謝謝大衛主席我們林議員 我們教育部門所有的各區市 南局長 副局長 以及各區市首長 我們紀元同仁 來電視機最關心我們高雄市政的好朋友 大家午安 我今天去買簡單 因為時間也不早 我簡單 先來去 我們先來去講到 一些 例如國中的招生 不足的一些聖校 重點 應該很多人去了解 學生 有些國中的學生 一直找的沒有學生 因為大家要去了解到 舊部落 舊部落的一些 周圍都是 比較大 都是他們 跟我們的 比較頂部 所以他們的 比較少年 他們都在幫 去另外找一個 較適當的地方 當然我們的 舊部落的學生 會 散生 更容易救生 當然我也要幾個例子 我們的中文國中 應該大家 如果去注意到中文國中 在我們的 管政務時代 來去跟我們 建設一下 鳳翔國中 鳳翔國中 很多我們的家長 他們的觀念 就是 新的學校 這些學校 當然有新的老師 當然我的孩子 就要上來 在這個新的學校 讓新的老師 來去培育 他的小朋友 當然這種觀念 是 我要展開 在座 我們所有的家長 他們最需要碰到的 他的小朋友 要學習到 有好的 有好的成績 來去散生 他會後來的基礎 重點 我也要介紹 例如 我們的中文國中 我們的成校長 我們也要給他鼓勵 我相信 你們才能夠了解到 我們的成校長 對我們中文國中的 招生的付出 他付出 有可能 我們每個 很多人 沒有去 了解到 我們的成校長 對招生的付出 跟貢獻 很多人 沒看到他 默默在 跟引跟付出 結果他學生 也是很難找到 重點 他也是 這樣 用 做他的 他的 書人的 錢 他買一些 樂器 來去招生 我們小朋友 來讓他的中文國中 可以學習到 我們的管A班 這是 我們 所有的 所有的校長 我相信 我們整個大高雄市的 我們的國中 國小的校長 他們在教育上 都非常的用心 來去 教育我們的小朋友 這是 我們要 給他肯定的 當然 在這裡 我要列入 這麼簡單的說到 我跟校長 你開工過程 我也是提供一個看法 就是 我在校在上面 讓大家去了解說 我們的國中的當中 當然我們的課程 沒有納入這種課程 要如何 去 找一些 相關的 幾個例子 相關的 那個 汽車 汽車的修復的 專業 專業講師 還是沒法的講師 來把 我們納入一個多的課程 來 我們這個學校 有 國中當中 就可以 學習到 一個相關的知識 可以去教育 他另外一項 在校長的 工長的 精力學到一個改動 在這方面 我相信 我們任何一個 我們的家長 看到孩子 如果對那方面 沒有興趣 然後 從哪一個方向來 相信 中文國中 要來教育 會去教育 很多學生 對 在這裡 我也要簡單 我要說到 我們的老師 包括 我們的中文國小 目前 他有 他的教授 有支給 華德福教育 目前我們的中文國小 有給華德福教育 來做學 教學給華德福教育 來去教導 華德福教育的精神 華德福教育 是在我們的宜蘭 前 推廣得這麼好 我們高雄 一直還沒有去 很大力的 來推廣 這個華德福教育 華德福教育的 華德福教育的 華德福教育的小朋友 相信 現在 我看到 我有幾個朋友的 孩子 他的孫子 去 中文國小 給華德福教育 但是 他從那一種 那一種角度 摺取另外一個角度 他必須一定的 競爭去讀書 但是他會去 向他 去興趣的方向去 這是華德福教育的精神 當然在這裡 當然我們 局長 七里六 外國這邊 我們的外賓 當然是不是 我們的王副局長 可以來朝這方向 我們知不知道 有可行性的來朝這方向 類似整個大高雄市 我們現在是少子化 懸殊空間的學校是很多 是不是也可以來朝這方向 來向這方向來努力 所以王副局長 可以用 以我們的時間 一旦 簡單解釋一下就好 不要浪費時間 謝謝主席 還有曾議員的部分 中文國中來講 目前 學校的狀況 九班 只有遭收173人 當然這裡面 剛才議員在建議也是要 讓他這些學生 能夠多元 去記憶的學習 所以政府長 我們各中 有這種合作式的記憶教育班 合作式的記憶教育班 有電機設計加證參與 如果將來他真的可以 往這方 還有另外一個條路 我們去跟他輔導 記憶專班 整班的時候要學幾 像你剛才說 都沒辦法汽車的 我們可以來陪職業 一些班 然後跟教育部 申請相關的經費 來做處理 所以一個學校的發展 剛才又提到空間 華德府它從國小 這樣可以延伸出來 是一個搭配的空間的應用 我想我們會跟學校 實際它的需求 還有它的發展性 當然剛才講的 特色 特色比較偏一部分 他的學生的生涯輔導 這些輔導也會考慮 所以剛才記憶教育 我就覺得應該是最好的方式 還有他的學生 將來生過高中的時候 他有方向一個使用技能班 一個建價合作班 所以我們在國中 好好找一點 跟他們做生涯的一個規劃 做以上報告 謝謝王局長 王府局長 還有在這裡我上會期 有跟我們局長提起到 我們要來去配合 中央政府推廣我們的唐照 包括我相信唐照是 它的工程比較大 我們可以來結合 是不是日拖日照 結合我們相關我們的醫院 接合我們的社會 結合到我們的社會 我們的民間團體 來去把我們整個 大高雄市所有的 全市空間的學校 我相信 這我們來推廣的話 我們整個大高雄市 讓一些我們的中夥 可以在中間 在它的附近 可以去找到一個 適當的地方 我們去找一個 有一個我們的中夥 有一個地方 然後有它的活動空間 是不是這個 我們王府局長 你這方向有沒有 來去朝這方向的構想 來去設計這些 但是說 我們可能外縣市 我去了解的人 外縣市 不要我們 一個例子 他們屏東的做得很好 屏東我過 跟他們在開工 在過程中 他們的日照 做得非常的成功 我想說我們 找我們學校的懸視空間 來去結合民間 接合一些相關的醫院 來做這個日照 還是 日偷跟日照 這個方向 是不是有 有空間 來去設計 來去找我們 懸視的學校 懸視學校 應該不要去影響到 我們學生在上課的環境 不要造成有影響到 學生在上課的環境 可以來去做這個工作 是不是 王副局長 這個方向 有沒有 有沒有一個 很好的構想 來去朝這方向 謝謝主席 詹怡言提的 這部分就是 我們的 漁翼空間的 一個活化方面 所以我們 今年度 有在 詳細的 來做清查 所以我們在 105年 就是今年來講 我們行政區 有17區 有37區 但空間 不僅有234區 所以 我們從這部分 就定了一個 叫做 鋼翼師的空間 的活化方式 那現在 剛才 請提的 製造中心 最成功的是 現在我們大同國小 我們大同國小 我們大同國大同醫院 他的名稱 他不是說 直接給他製造中醫 他叫做 大同福樂學院 所以他的名稱 也讓 老一輩的人 可以照顧 那當然 還有很多 空間可以用 我想 我們已經公告 在網站上 哪一個單位 或者包括 公立的勢力 有需要 跟我們來看的話 我們有一些地方 可以來做一個 結合 所以我們最重要的是 閒置空間 所以 的運用 因此 我想 在我們公告的網站上 我們可以去做媒合 只要他運用的方式可以 還有我們 一些民間單位在用的話 是要依照我們市政府 一些租用辦法 我們來做衡量 我做以上報告 謝謝 因為我們要問 不要再講下去 要吃飯 謝謝 以上 感謝 大家辛苦了 謝謝 張議員 質詢完畢 教育部門 業務 質詢 議程 現在完畢 各位辛苦了 謝謝大家 上會